月亮海 表霍的 熟悉的老歌旋律勾起 长辈的女亲魂艺 慈济科技大学青山大使 在新山葡萄村老人院送爱 孩子们就像阿公阿嬷的孙子一样 陪伴在旁 让他们享受天伦 老人家大家都是 就是像小朋友一样 就很天真 很可爱 然后像就是互动起来也觉得 就是感触蛮多的 就我觉得我很幸福啊 五摘时刻孩子们也一对一 给长辈们喂食 细腻的动作展现的是 对阿公阿嬷无微不至的关心 小口一点的喂他们 然后要仔细看他们的东西 有没有搅完 怕他们噎到这样 然后就会想说以后做护理师的话 就会要更小心这样 除了志工服务 慈科大学生也在宽柔独中 古来分校表演儿童剧 配合大舞台和上千位观众 首次启用多机作业 在这边呢 也是因为它很大厂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多机作业 多机作业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面 发现演员或者是剧情的 各个面向的不同 所以可以更了解剧情 好的东西应该跟孩子分享 让善的种子在孩子身上 能够去播下 这位小孩也很喜欢 最后每年一定会来看 佛典故事透过 浅显易懂的剧情 传达人生智慧 演员和观众在热闹中 也都有成长 大约新闻这是美志工 蔡亚纯张艺川 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大家